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Steven Tank 上一段影片就說到 我在英國交易中 但我托中國武漢發言的福 我的交易已經收皮了 真是多謝黨 這就是在酒店駐紧14天的隔離 但如無意外 大家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已經隔離完了 好了,回到正題 雖然大家看完上一段影片 還沒看的話 就是教你用粉創去畫貓 但我想大家看完這段影片都會覺得很難 就好像起稿 加細節 或魚 第二樣就是可能大家沒有那盒筆 畫不到 所以這次就想做一些 比較容易的素描畫 就是教你畫眼的 這次就用一些平民一點的用具 就會用到2B、4B、6B、8B的 斯德樓原筆 普通文具店 7萬一支 抵玩 拆膠 而拆膠方面 我們會用到這支幼頭的按按按拆膠 之後會說怎樣用 另外我們也會用到這支電動拆膠 12元店都好像可以買到類似的東西 用具方面 我們可以準備一支棉花棒 雖然之後好像沒用過 還有一支紙刷筆 還有一張李嘉誠紙巾 一把劍刀 一個圓筆 很特別 之前很多人直接我 那些高光位應該用哪支筆畫 就是這支UNI的Postcard 另外準備多一張沙紙 之後我會說有什麼用 今次我教畫這隻眼的尺寸 就大概一張Postcard 那麼大 所以準備一張大概Postcard 那麼大的紙 首先大家在畫一紙上面 畫一個圓形 OH SHIT 然後再畫一個十字 在圓形上面 其實我最討厭就是這些十字起跑法 不過這樣說 好像簡單易明一點 然後畫一條車線 然後這條線 是要出了圓形 把半徑分成三等份 待會幫助自己去畫眼的形狀 現在就可以慢慢勾回眼的形狀出來 剛剛畫的位置現在就派上用場了 有些人就會覺得 哎呀死定了會畫錯 這些位置不對 其實不關事 就是你眼的形狀 每個人都不同 就是說你畫小桿的眼 或者一個圓形 你就畫錯 剛剛凸出來的斜線 就可以附載你畫內眼角的位置 然後再修改一下眼的形狀 最重要是你大膽下筆 因為你不下筆 連改的機會都沒有 這支按按刷膠 現在就可以用來拆走多餘的線 畫到差不多滿意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打橫的兩條半徑分成兩個等份 慢慢在裡面畫那個 同孔 不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 紅膜 好像叫 那個尺寸 就要小 剛剛所記錄的那兩個位置 你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那個圓形 就是要畫出 上眼線和下眼線的 你們經常說要看什麼 realtime的示範 現在就是realtime 是不是很充滿呢 接著這就是畫瞳孔 如果你們畫不到這麼圓的圓形 就像我這樣 在這裡打圈 畫一畫一畫一畫出來 眼皮的部分 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但是記住 近著內眼角的位置就畫窄一點 接著加雙眼皮 接著到下眼皮 又是近著眼角位 就是畫窄一點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眼簾 眼皮還是眼袋 內眼角和外眼角 畫一塊肉 fuselight是包著眼球 一開始介紹一支 右頭按按擦膠 現在可以用來修正一些部分 剛剛畫一看眼唇眼 就想畫好一點 很少 先插走一開始畫的輔助 接著我們在瞳孔的上方 畫一個高光位 你看到畫了一個 類似正方形的形狀 不過線是曲曲的 這樣要表達眼球的弧度 接著用拆膠筆 插走裡面多餘的東西 這個位置是整隻眼最光的位置 所以要長期保持青嶺白正 不要在畫的過程中 撒髒了它 接著我們可以拿一支4B的圓筆出來 在紅膜上面 平均地塑上一層色給它 接著我們可以拿一張成哥紙巾出來 接著把一個角位摺上去 平均地塑勻 剛剛畫那層色 這樣就會做到一些虛實的效果 其實這個技巧是非常之重要 不過不知為何 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這樣做 插到出了價 也不用怕 因為之後 拆膠筆都可以補救 紙插筆 可以用來拆一些微小的位置 沒有的話可以用棉花棒 不過自己試過這麼多次 都會覺得紙巾的效果是最好的 接著我們可以拿一支6B的圓筆出來 輕輕地刮紅膜去 接著我們可以用筆 掃一層深一點的色調給它們 接著眼線的位置 我們特意做深一點 接著我們可以拿一支8B的圓筆出來 拆一隻很深的黑色在瞳孔裡 8B的筆伸比較遠 而且比較容易斷 不過我建議大家砍一砍 知道嗎 因為這些細節位 畫錯了就難些刷得翻 如果大家畫素描畫的時候 總是覺得欠一點東西 總是畫多少畫得不好 就是因為 明暗關係做得不夠好 你見外黑的位置真的可以很黑 白的位置一定很白 這個過程一樣 油浸色給它 然後插勻它 油浸色給它 插勻它 因為陰影的關係 所以記住 上半部分還是暗的下面 接著我們刨沾一支6B 然後在瞳孔的周圍 畫一些很短的線 畫成一個木毛球 這樣就可以了 紅膜接著眼線的位置 也畫一些影給它 然後再用刷膠筆修正 接著我們可以用刷刀 在刷膠筆的筆頭 切個Degree給它 大概40度 這樣 長輩經常說用刷刀會切傷手 其實我覺得藥指才會切傷 因為你不是那個藥指 我們可以用這個尖位 插回Iris 應有的結構 不用太公整 跟回剛剛畫的方向就可以了 播放一些現場的時間 給大家看 現在你應該會看到 刷膠筆開始髒了 可以選擇再架多一次 不過你覺得浪費 就可以用紙巾 插回乾淨 記得很隨意 很隨意 不要這麼公整 因為每個人眼部的結構 這個Iris的位置都不同 這麼公整 反而會變得很不自然 很奇怪 接著就是電動刷膠出場的時間 我們可以利用這張沙紙 去磨尖刷膠頭 又是四十至四十五度 跟剛剛拆膠筆一樣 我們可以用這一枝 拆回Iris要有的紋路 和結構出來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要這樣畫 我都真的回答你不到 你自己去問親愛的上帝 我只知道這枝很可愛 大家快點買一枝 手好像小姨媽給珍珍 畫一些媽媽形狀的物體 就像 畫完就會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用刨尖的6B出來 在每一條拆了的線與線之間 加深色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用6B 先不用8B 因為8B也筆心圓 6B的筆心相對較硬 你爬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斷 而且可以爬得尖 這些細智位就適合 用了 幫個瞳孔補色 幫個瞳孔補色 用8B在A4紙上 關一堆Graphite出來 然後用整個紙巾摺一摺個 大力地搓 沾粉在紙上 在這邊 而紙插筆也一樣可以這樣做 待會用來畫一些比較微細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那張紙 塗一些顏色 在剛剛的眼睛 首先就是上面的形 其實這個技巧是非常有用 以及重要的 其實掃描不是每次用筆畫的 這樣慢慢插出來 反而效果更好 插的時候 我們都要強調明暗對比 比如上眼線打到眼球的暗位 然後到這個眼角的位置都是比較暗的 做立體感出來 盡量不要弄髒 一開始畫那個高光位 現在發現 忘記了拆 拆留了那個稿 現在拆回去 如果有些位置想做暗一點怎麼辦 那就是把A4紙上再沾粉 然後再放下去 就像現在這個外眼角的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用4B出來畫一些線 然後就到6B了 記住是要用陰力 真的不要用死力的畫一條線 要輕輕地掃 雙眼皮部分和內眼角的位置 那個顏色應該比較深 所以我們拿6B出來掃一些顏色給它 然後再用紙插筆或者紙巾掃一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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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紙插筆應該會有很多Graphite粉 我就是利用這些粉去畫一畫上眼線的影 之前不是說過的話 我喜歡用紙巾多於紙插筆的 大家可以看看那個比較 全部用紙餒筆 有沒有發現我不說話 因為要打字幕我 不想彈不老 這個時候再將紙巾 echo 會心出來的聲給被口水 在下眼皮上 這樣就GG了 拆的都和他不 hed 拆用的快 nu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把紙巾 deja 倒掉了吧 散了 不過這個時候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隨機應變 方法就是不理它 待會遮蓋它 發覺上眼簾的位置 就不夠深色 所以現在就畫深色一點 接著這一部分就好玩了 我們就要做一些皮膚的質感 工具就是用剛剛的電動拆架 不過記得 用沙子磨回尖 手又像小姨麻鼻一樣 就做一些很自然的皮膚質感 這個位置我就不會再較快 因為有些人可能跟不上 想看看實時是怎樣去畫 所以不想看就飛到後面 可以 就像小姨麻鼻一樣 就像小姨麻鼻一樣 可以看到小姨麻鼻一樣 在那裡 還可以看到小姨麻鼻一樣 就像小姨麻鼻一樣 在那裡 就像小姨麻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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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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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小姨麻鼻一樣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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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做什麼 不過其實這個位置 是胃球 那個拆夠的頭 同樣子 一個接觸面 去到最小的 好像蜻蜓點水 這樣就可以避免拆了一條很粗的線出來 有些位置暗些 但你仍然想保持皮膚質感 就用手指去塗 在那裡 如果你沒有電動拆膠 就可以用這支拆膠筆來代替 不過記住 好像剛才那樣 刨一個尖端位給它 在那裡 拆膠筆的好處 你就可以看到 線條比較幼細一點 但相比起這個電動拆膠 你可以看到它拆得沒有那麼乾淨 有些皮膚質感太鮮明了 我們就可以用一張紙巾去塗補 然後擦一擦 你發覺擦完後 還是看到皮膚質感 不用怕 為了畫面平均一點 我就先畫上眼鏈的皮膚 先 外眼角的位置 我們補一補暗 接著又是用紙巾 先把眼睛擦散去 用紙巾擦膠筆補一些皮膚質感 用紙巾擦膠筆補一些皮膚質感 用紙巾擦光位給雙眼皮 用紙巾擦膠筆補一些陰影給雙眼 用紙巾擦筆和紙巾 剛剛所學的技巧補一些陰影 用紙巾擦筆和紙巾 我們現在畫一些仔細的位置 給外眼角 最尖的位置是要畫深色一點的 接著我們大約在下眼線的位置 擦高光位給它 要表達眼皮在眼珠外面 即是要包著眼珠 畫了那麼久 就去到眼睫毛的部分 這次我們會用到8B元筆 記住一定要刨剪指筆 因為這次我們畫一些很幼的線條 有兩個注意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提筆的角度一定要夠高 才畫到一些比較幼的線條 第二就是撇毛的力度 你看到我的毛的尖位是比較幼的 你一定要用音來 由大力至小力撇毛出去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粗至柔的效果 中間部分的眼睫毛 就沒有那麼軟的 而偏著內眼角的位置 所以眼睫毛就開始明顯比較短 這個位置我不會調得太快 因為我都不知道怎樣可以 告訴你怎樣畫 你們可以看影片這樣畫 有時候我會習慣在右邊畫幾條線條 然後就畫中間 然後再慢慢加上眼睫毛 剛剛那個粒已經被我遮住了 你會看到最粗和最深色的就是 右上邊的位置 而去到內眼角的位置 就會比較幼的 毛和短一點 現在就可以把8B筆有幾尖 拍到幾尖 提筆的角度再高一點 提筆的角度再高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畫多一點細節 給那隻眼睫毛 就是一些黏在眼線和眼皮的眼睫毛液 然後我們加深右手邊的眼睫毛 再加重一點的陰影位 用紫尺筆推銅行的小色上的高光位 高光位的上方就要畫一些眼睫毛的影 畫完大概就會是這樣 用擦膠筆擦淨下眼球的位置 用紙巾擦回暈明暗的膠界位 左面眼球都是一樣的 在內外眼角加一個highlight 下眼線的位置都一樣 在Iras上用電動拆膠加兩點做highlight 在不同位置都適當地加一些highlight 之後就到你們經常問的Postcard Marker 這支筆是在最高光的位置使用的 我們就可以highlight下某幾條的眼睛 如果你覺得太光光的話 也可以用白B筆做修正 最後的步驟就是用4B在眼球畫眉絲血管 這支筆是一個現時的示範 讓你跟著來畫 如果你看到一些看不上眼的位置都可以改 我已經改了它 搞定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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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吃吃 這的東西 是可以嗎 吃吃吃吃吃吃 Di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